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少豪 Harrichan 周三在美丽的矽谷 Tesla总部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终于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文本 今天签了 中国同意买200 billion的美国的产品 因而股票今天一开盘大涨200点 最后消化跌了一半 勉强维持在到29000点 可见得市场趋于保守看待中美贸易的牵制 意思就是说后续有待继续观察 主播我要来谈谈跟中美贸易谈判有关系的这家公司 Tesla Tesla股票从去年第四季开始 短短三个月涨了100个percent 哇 从250块钱涨到224块钱 所以这家公司到底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中国的助攻让这家公司电动能源汽车公司 短短三个月涨了100个percent 所以主播的观察当然跟中国的助攻有关 内容 主播的观察有三点 工作 你的参考 第一 那就是中国的市场 当Tesla违反了川普总统的建议在上海建厂 中国注重的就是能够跟美国的技术合作 Tesla所注重的当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 也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所以当你把厂建在上海 那也非常的make sense 第二个理由 中国的资金 对了 中国建厂短短十个月 能够建造一个Tesla这么大的新厂在上海 而且中国的帮助建厂资金的注入 让这家公司原本市场最担心的 那就是burning cash 却是因由中国而得到帮助 所以解决了Tesla蓝莓之急的cash的欠缺 所以这也非常的make sense 第三个原因 那就是中国的整个的优惠 关税的减免 还有整个市场的帮助 因为Tesla有技术 中国不仅有市场有资金 中国还是有员工 因为这员工可以帮助Tesla 每一个月可以多生产的数据 帮助这个国家在Fremont社场所制造汽车的欠缺 一年40万部在美国生产是非常challenge 但是光是上海的汽车厂 人工的注入 帮助Tesla上海一年如果可以 20万辆并不是问题 而且还可能在增长一倍到两倍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助攻不仅在市场上 在资金上在员工上都帮助Tesla 所以Tesla从250块钱短短三个月涨到520块钱 这令人震惊 但是也非常的make sense 智慧人的话语 那就是上帝要你跟我行什么呢 那就是行工艺 好联名能够与上帝同行 便上帝赐福给Tesla跟美国的经济 也赐福中美贸易的第二阶段的谈判 韩文县程少豪周三在美丽的矽谷Tesla总部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